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雅 我們現在來幫大家實戰一下這個全新 遊歷當作隊員的部分 那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啦 推薦練格一到兩張 除了本身技能就相以外 他還有這個固定版面 配合安妮雅玩起來是真的還蠻舒服的喔 那這一隊的話 其實安妮雅本身就可以常態處於 不用轉租啦 原理就是利用他開招 然後關掉 關掉的時候就可以自選版面嘛 再配合這個開招大魚等於三次 擊斃敵人++9CD就會-2的效果 讓安妮雅快速去-CD 不過現在有了遊歷之後 欸 那個 就真的是幾乎可以不用轉租了 好 那這邊就來幫大家實戰一下 如果你要看正規攻略的話 就是 去我頻道找一下第一時間發的那一部 好 來 這邊的話 我們就把安妮雅做一個開關 然後我們點暗火木 好 這樣就已經算兩次主動機了 最後補一個媽媽下去 這樣子就是三個了 那有擊斃敵人的話 等下回合結束他會有一個跳起來的動作 你就把他當成一回合 一回合當成三回合再減CD這樣子 好 他會有一個跳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補一個安妮雅下去 然後就直接開根關 好 那關掉的時候我們隨便點就好了 然後接著我們補遊歷下去 這樣子就用三次主動機了 來 這邊的話就直接抓著角色組下來 剛好符合5屬 對 這個版面真的是太香了 OK 好 來 接著第三關 第三關有弓前盾啦 那我不知道這一回合算不算轉珠 反正就是兩回合先送給他 好 那第二回合的時候 我們就隨便轉個兩康 然後新珠放手 好 來 接著這一回合 應該算是真的轉珠了吧 我們就稍微去輕輕轉一下吧 好 我也很 很隨便的轉個基礎式而已 好 這邊就直接塗過去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再把安妮雅打開 然後關掉 然後我們點個 呃 暗 暗星火好了 反正不要點到木就對了 然後補一個爸爸下去 好 那這邊一樣 角色豬抓著放 好 因為他這邊有無屬級 所以要開爸爸 這個追打有點久啊 但沒辦法 敵技就是需要 OK 好 來 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一樣 我們就是把安妮雅打開 然後關掉 然後我們點個 全班火出來好了 好 然後再補一個媽媽下去 然後一樣角色豬抓著放 OK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補一個有力下去 然後不要消到暗珠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應該也不算轉珠 就是一步 跟平常一樣動一步而已 好 來 這邊就帶走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安妮雅打開 然後關掉 然後我們點個暗火木出來 好 然後再把媽媽補下去 這樣就有三招了 好 然後這邊我們就抓著媽媽 角色豬下來 去補一個十字 好 這一回合算轉嗎 應該 算一半 算一半 因為本來就已經是定版 只是說你需要去拉一個十字出來 這樣而已 好 OK 來 接著就來到王關 好 王關這邊一樣 就是安妮雅開 然後關 然後我們點個全版新珠 好 視野沒差 隨便點就好 然後把游力補下去 好 那這邊的話要怎麼轉八康呢 就是把這三顆星跟這三顆火 位置對掉就可以了 好 那這一回合 好啦 算轉珠啦 算轉珠 好 來 這樣子就八康 OK 這邊就帶過去 那游力 另一隻就又會跳起來 直接解掉這個問號珠 好 然後就直接空轉 然後把龍科打開 一樣角色珠抓著放啦 然後就直接把龍科打開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利用龍科來 無視他那個拼圖 這個是安妮雅 龍科的能力 好 那你可以發現整關下來 需要轉珠的回合 就真的大概一到二而已 這樣子配合起來 真的是玩起來還算 蠻舒服的啦 大家可以稍微試試看喔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 就是幫大家實戰一下 游力當作隊員的部分 我覺得玩起來 遊戲體驗有加分 沒什麼太大問題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噗